標案的撰寫 那首先讓我們感到很驚訝的是 我以為寫標案是一件目標的事情 然後以為只會有兩三個人來寫 結果沒想到有一堆人跑過來找我 然後其中一個默默是 在台北市政府處理標案的工作人員 所以他的經驗很高度 然後另外一個CC也是 信用整合商那天工作 然後他也有處理標案的經驗 所以我們跟他們的討論裡面 取到很多秘訣跟撰寫標案 給附贈委員看的思考的模式 所以早上的時間我們多段在討論這個 然後還有看那一份RV 那接下來就是下午主要在撰寫標案的部分 然後我們跟高專長討論之後 正在進行的方向就是把現在GNB 有的立院相關的成果盡量包裝成 可以包裝進這個案子的方式來撰寫 那寫的部分是另一個讓我很驚訝的地方 就是大家都寫得好快 結果我是寫得最慢的一段 所以現在服務建議書早上只是貼了大方上去 然後現在已經有了很長的緣起跟專案概述 然後忽然間已經變成了一個資料價值最大化 促進跨界連結深化台灣民主精神的專案 所以就是進展了相當的驚人 那已經就是以光速往前跑這樣 然後這個部分是我寫的所以就顯然是最少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還有還有還有這個 這是CZ做的表格 那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另外我們還取得了 那我找一下 另外我們還取得了 現場取得了顧問同意書 已經取得了三張然後還有兩張在確認當中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次的收穫相當的多 然後我們明天會繼續把這個服務建議書努力的寫完 那就由Charles 禮拜一可能要辛苦一點去好一些程序 跟公司相關的文件 然後我們今天可能在禮拜一晚上把東西都收集整齊 可以在禮拜二送見一下